另外原住民陶浦阁劳动合作理事主席王神刚主 邀集了县议员魏家贤远东牙医院长陈瑞祥 善心人士李立娟来慰问关怀泰管处受困的人员 同时也目得了物资来关怀部落族人 县远魏家贤前往休云乡富士多工人集会所 来慰问被救出的泰管处受困人员 来关心他们来办法慰问金 之前接到王神刚主代表的一个通知 知道里面有一些受困的民众在这几天陆陆续续被救出来 那我们在基金会的部分 也进入我们几个董事的一个同意还有捐赠的同意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来慰问这些被救出来的市民的一个 等于受困者 那我们希望这些受困者能够赶快抚慰自己的心灵之后 能够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上面 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想这个天灾非常非常严重 也希望更多的国人都能够来协助花莲 让花莲重新拼回来 让所有的观光事业 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回到正会 原住民淘浦阁劳动合作社李氏主席王产康处表示 感谢先言魏嘉贤 原住民淘浦阁劳动合作社远东亚裕院长陈瑞祥 三星人士李立娟等等 除了未婚之外同时也均证物资 刚刚看到了从这次大地震里面做出来的 我们十三个在太鲁阁 十四位在太鲁阁工作的这些清洁员们 我看到他们真的很感动 他们都平安无恙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组织了这个公益的发放物资以外 其实它更重要的是 像大家可能精神上面有受到很大的打击啊 还是说可能会有创伤症候群等等的 我们有原家中心的那个社工来协助 来帮忙大家 那外界其实大家都很愿意的来身处援手来协助 那我就希望说社会上面真的是感觉到很大的温暖 然后还有住人们他们经历的痛苦 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所以然后这次大家都平安健康 这是最好的 所以最后面就是感谢主 营作品淘浦阁劳动合作社理事主席王省钢组表示 0403发生地震之后 适时刻刻前往秀林向西内各部落来进行关怀 同时也集结了县议员魏嘉贤和各界上线人士来进行捐款以及捐赠物资 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关心自己的部落 这就是这样的加密货币 这就要报道了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